行車記錄器拍下 前方小貨車平穩開在高架橋上 突然對向一輛車搖搖晃晃 跨越雙黃線撞上小貨車 被撞的小貨車整個車身翻覆 接著翻越護欄還冒出巨大火光 橋下監視器看到 車輛從15公尺高的橋上摔落 這一切都發生在短短幾秒鐘之間 這起恐怖車禍發生在南韓江源道的江陵大橋 3號早上6點多 一輛小貨車遭到衝撞墜落橋下 即便救護車和消防隊短短5分鐘就改到現場 但駕駛和乘客當場沒了呼吸心跳 緊急送衣不治 另外還有三人受傷 一大清早怎麼會飛來狠貨 警方調查發現原來是對向車道 有輛車追撞前車 才會導致前車突然跨越雙黃線 衝撞小貨車 警方已經逮捕趙氏的二十多歲駕駛 釐清是否涉嫌酒駕和超速 還沒報導兩名死者都是臨時工 當天一早正要去工作 卻無辜遭遇死劫 肇事駕駛沒事卻害死兩條性命 這結果任誰都難以接受 三立新聞是張報導